沒有任何懸念 全無禪和陳語希從低跳開始領先 然後不斷擴大領先優勢 最終奪得冠軍 北京時間4月19日2024年跳水世界盃總決賽在西安舉行 女子雙人十名台決賽中 全紅禪和陳語希以364.86分的高分奪冠 加拿大組合296.10分獲得亞軍 烏克蘭組合294.42分獲得第三名 中國組合比亞軍高出了68.76分 這是斷層式奪冠 364.86分的分數對於全紅禪和陳語希來說其實並不算很好 畢竟亞裔會的時候 兩人跳出了375分 這次的比賽 兩人只拿到一位裁判打10分 當然 這場比賽 兩人的最低分是8分 可見 兩人保持了高水平 沒有明顯的失誤 第一跳201B 兩人拿到了54.60分 裁判給分最低8.5分 最高9.5分 這個賽季的杜哈士敏賽結束之後啊 是進入到了一段時間的調整期 雖然也曾經參加了加拿大戰的比賽 但是加拿大戰回來之後 整個人略微顯得有些疲勞 第二跳301B 一位裁判打了10分 七位裁判給了9.5分 三位裁判打了9.0分 中國組合這一跳表現非常出色 第三跳107B 全紅禪和陳雨昕拿到80.10分 在今天 其實賽前訓練的時候 看到他在路上做模仿 就非常的輕鬆 實際上跟多哈士敏賽相比 兩個人呢 都不同程度的有一些長高 今天在現場能夠感覺到兩位選手成熟了很多 但是動作看起來 第四跳407C 全紅禪和陳雨昕拿到88.32分的全場最高分 前的這個規定裡面啊 看起來略微有一点點興奮度不足 這個407起跳太充分了 兩個人都有充分的這樣的一個翻騰和打開的時間 尤其是陳雨昕啊 看得更早一些 全紅禪跳得也相當的輕鬆 第五跳5253B 兩人發回正常 拿到85.44分 一共六組選手參加女子雙人十米台決賽 沒有對手能給中國跳水決賽雙交製造麻煩 從這一套動作跳下來能夠明顯感覺到 就像中國隊教練說的 女子跳台的單人和雙人 真的是在世界範圍內領先程度 就是領先的幅度最高的 對於其他的對手來說是一個斷層碾壓的優勢 自從兩人在2022年聯手征戰女子雙人項目跳水以來 一律斷層奪冠 已經連續奪得14個國內和國際大賽冠軍 包括世錦賽冠軍 世界杯冠軍和亞運會冠軍 全紅禪和陳雨昕本身論個人能力就遙遙領先國外其他選手 而兩人聯手技術相當 同步能力也很強 相當於強強聯手 相比之下 國外的隊伍能湧現出一位尖子就很不錯了 還要找出兩個高水平選手組隊配合 難度比較大 相比之下 全紅禪和陳雨昕年齡相仿 技術水平相當 在全紅禪各自長高一些後 身高差距也縮小了一些 兩人就是完美組合 兩人最終拿到364.86分 在結果出來之後 我們從轉播鏡頭可以看到 兩人的主管教練都很平靜 全紅禪的教練陳若琳 似乎將這場比賽當成簡單的比賽 沒有什麼好激動的 對於全紅禪和陳雨昕來說 2024年最大的考驗是奧運會 當然 這次的西安跳水世界杯總決賽 最大的看點還是全紅禪和陳雨昕 在單人項目上演身邊打架 這次兩人誰能勝出 男子雙人施密臺共8隊組合參賽 代表中國隊出戰的為市錦賽冠軍組合楊浩 烈俊傑 他們的主要對手是2022年東京奧運會男子雙人施密臺冠軍 湯姆戴利率領的英國隊 和2023年福岡市錦賽男子擔任施密臺冠軍卡希爾·盧索領先的澳大利亞隊 吉爾斯拿到全場第一 中英兩隊組合斷層領先 第五跳 楊浩 烈俊傑拿到98.28分的全場最高分 進一步擴大優勢 雖然最後一跳略有瑕疵 但472.92的分數足以幫助他們站上最高領獎台 英國隊以440.37分收獲銀牌 德國組合蒂姆·巴爾特·賈登·埃克爾曼以393.09獲得銅牌 男子雙人3米板決賽 王宗元 龍道一配合莫及十足 創造了474.75分的賽季最佳成績 為中國隊拿下了今天的第三枚金牌 王宗元 龍道一的組合非常穩定 其中最後一跳3.8難度係數的109C發揮完美 單跳100.32分傲視全場